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 诉求没回应,轮到外网画师破防了 元神5.2双龙 余情,还是灾难 元神,流水,又将破80超低线 元神,11月的座谈会 再剪芝麻丢西瓜 元神,日推日谈呼吁男角色的余情 在元神5.2前瞻直播后不久 外网的一些画师也在诉求 希望官方赶紧复刻森鹤角色 因为部分画师的粉丝量 起初就是靠森鹤 甘雨等同能热度而积累起来的 直白点有擦边球的意思吧 但随着游戏里渠道收入的下行 这些高冷气的色度角色 仿佛被元神雪藏一样 很久都不再禁止复刻 所以部分画师发言疑获到 为元神卡时安排感到了难以理解 高热老角色不断拖延复刻 多少对元神2创圈的创作热度有一定的冲击 原因懂得都懂 毕竟 甘雨与森鹤曾经一度是 某区领域好评的佼佼者 尽管游戏人气环境开始严峻 但至今能在批榜前时的位置摇摆 所以部分同能或者画师 制作了部分梗图 以做情绪的表达 甚至对游戏的呼吁 原神的新角色 那塔的设计人气 没有老角色蒙德 到期的人气高 加上退坑潮的演劣 仅靠部分新角色的社会 挺难维持住饭丸 所以才希望元神复刻甘雨 森鹤这类知名角色 线上线下同步 双体同仁的热度 而且深含快接近560多天没复刻 但是原神的周边雨 上场却是评出深含的依附于键盘 一个角色IP拆分吃 外子轻视吃除粉 运营确实有点说不过去 值得注意的是 在11月期间 深含复刻问题 确实引起了玩家的关注和讨论 早于外网画师的破防 国内在问卷上的反馈也都到泛滥 但是目前暂未看到 相应的官方回复和行动 反而是深含周边这类的联动在变多 加上早期前瞻直播的回旋标 进而导致复刻字眼 持续上话题直触绑 原神的节奏话题 冷线舆论和节奏的全窝 我们的猜测 或许运营不是没看到大家的反馈 而且退坑潮的影响 因为来年底业绩压力 深含虽然在线下 或者某些固定领域圈有着高人气 但是在有限内 深含确实没有新角色捞钱容易 这是事实 当然也不排除是角色太多 复刻不过来 但现在 应该少人相信这话 就像外网推文破坊说的那样 深含复刻问题 这算是最近一年 我们最看不懂的操作了 5.2卡池 渔情 还是灾难 卡池决策的思路 矛盾的微妙 前瞻直播后 官方发布了上下两卡池的配置 上半是夏斯卡与林尼 下半是老人鱼海 也就是钟离哈龙王 怎么说呢 两个都是挺重量级的池子 但因为一版本复刻三个老角色 正成为常态 节奏的渔情 反而越发针对老人鱼海 也持得阴谋论了 起码 按照玩家分析 这也是策划为业绩都底做出的挣扎 因为人权卡频繁复刻 就是保流水的一种手段 要知道 在剧情大雷点爆发后 退坑潮涌现 纳塔版本几个卡 时策划一直在想要拉高流水 但缩效甚微 我们也知道 任何厂商在年底都需要充施业绩 尤其是原真流水 和业绩严重挂钩的情况下 复刻比较强 有力和比较能带动流水的角色 有利于业绩的拔高 所以 复刻钟离和龙王是必然 我们甚至可以预设 5.3的磁石就有扑人 毕竟 现在这几个磁石 基本都是处在支撑着 这也是矛盾的点 运营想要的 最关切的 是流水业绩 这话只能往高冷气 和机制强度的角色看齐 那每个本身就是 售卖角色的游戏 却长期将某些角色血长 就变成了主动的选择 最无计 强度不高的角色 今年低或明年初 不是很难在进复刻时 这更是一个循环的开始 原神磁石流水走低 一个无法规避的规律是 冷门角色复刻就得延期 按照社区域情说法 在退坑潮的前提下 转化为除的玩家只会更多 冷门除田一克专星展元时 可以预见 复刻冷门角色收益必然更低 如果继续复刻高冷气角色 在拉薪不足的大背景下 玩家持有率高 抽取的人变少了 所以能持续走低 策划只能两者则齐亲 不坚决复刻稳定高冷气角色 那年底KPI业绩就可能大滑坡 而且冷门角色真带不动流水 不排除进一步 无视除玩家呼吁的可能 反正龙王这张卡 每次都是以消耗重获的目的 后面每次都是大颗金石火神 策划已经在铺路 索性直接点 一个版本就三个复刻位置 干脆放弃冷门角色 龙王在大半年的时间里 三进卡池了 有的角色 申赫 莱欧 破混池仿佛不再存在 以前复刻高强角色的周期很长 现在复刻的周期变动其短 热冷角色不能按时复刻 则会复刻策划所认为能赚到钱的角色 而且之前的余晴分析就说过 云神现代的流水 更多的是除玩家在支撑 这不是听不到声音又是什么 玩家既然消费了 也有旋利评判商家的作为 部分角色两年不复刻 甚至还卖皮肤不给角色 这种运营方式一看就有问题 在玩家不断反馈的情况下 官方仍然不作为 继续选择以盈利为重要决策 但心入坑的玩家真的多吗 真的一步都不舍得退啊 更讽刺的 曾经的承诺也变成了空口化 那我们或者玩家的声音 尖锐且大一点也很正常吧 我们也不用回避 是4.8版本后 网友都很关注 原神流水的走势如何 毕竟 那塔石的预估流水 出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低谷状况 毕竟 闪兵巨型爆雷 原神环境一度很糟糕 正深刻的影响着后续磁子 打碎营收神话的魅环 至今的原神预估流水排名还在下滑 而且越来越快 我们看到 第三方的平台排名显示 5.1下半时上线的第9天 原神榜单排名将低迫到80名开外 这是一个极快的下滑速度 也是短短两个月内 第三轮达到这条红线 要知道排名滑落数块 记录创造者马拉尼 乘刷新的最低点18、16名 当然也是花了12天才达成的 这是第一轮10滴排名 第二轮是纳维亚 尼路池子 上线花了两周才落到84名 现在 原神开时候滑落80名的速度周期 逐步缩短各位天数 可不是一件好事 这一位随着游戏扩圈结束 拉心疲软 玩家为游戏刻金或持续月卡的消费意愿在变低 我们也知道 七脉这类的预估数据看看就好 但在原神圈能能听到一种声音 认为问题不算大 原神假以时日还能有所恢复的 他们对任何低流水的预估榜进行分割 达成野榜 对预估高的倍数榜单直接套用 主打一个全方位防御 过于结晶的护床和精神的胜利 是七七人 让原神的游情环境持续的泥潭化 因为猴蛇封击这一切尖锐的一件声音 所谓的维护 其实害处更甚 官方真的分不清那些是有用的信息 大家都说4.8节奏雷点威力大 才让策划一直到游戏的严峻问题 目前确实改变运营决策了 但我们其实想说 4.8才听清声音已经太晚了 即管运营开始不救 我业绩忙得焦头烂额 多次座谈会优化 剧情打情感牌 连近期的娱乐前瞻也开始提前 但信誉还真诚 这两样东西只要有一样丢失 修复起来就要付出很多 还会永远的失去一些客户 诶 不管是游戏内的各种底层代码优化 还是线下的饭圈风控 原神项目组早该预见到这一切 并防患于未然 即使且立即解决问题 并表现态度与修复信任 但他们一棒的早期的高流水 直到那塔版本才开始着急 开始分辨真正的声音 确实迟了些 这或许也是原神现阶段 不断走低的根音 更能解释游戏流水越滑越快的现状吧 果然 流水越差 优化越快 很简单 11月6日 原神座谈会放出了5.2的优化 简单汇总一下 1.寻宝楼盘可以显示更多的东西 2.圣灵物锁定变得更加便捷 方便 可以进行额外星星标记 3.武器获取可以直接查看背包情况 4.部分元素基础反应伤害上调 5.新诗渊的真力效果 buff再一次加强 惯例 仍是些不痛不痛的小改动 然而策划意识到某些元素反应伤害低的痛点 正准备加强属性伤害 超载反应了 要知道 超载 超导 赶电 碎冰这几个反应 在原神里可是地板级反应伤害 玩家反馈了一年多的时间 直至到今天 才终于意识到他们跟不上版本膨胀 更别忘了 现在的原神 不仅处在于情严峻期 也面临对玩家退康潮 不排除项目组 在看到5.1辞职后台的新低流水时 彻底慌张 焦头烂而出来公布又画四项 表态度下决心 近期 看了日台一些渔情吵闹 发现不少日服玩家挺赞成 或者呼吁出男角色的 原本日本玩家对手极端二次元游戏 容忍度较高 哪怕原神卡石角色稍微差点 在日版也挺容易登顶的 但是这次5.1下半的胡桃 炒成欲估流水 日版罕见没有登顶 仅来到第五位 按照日服玩家的说法 现今版本角色设计与剧型塑造 逐渐劣质化 已经开始靠吃老本兜底版本流水了 加上内容风格上逐渐脱离压文化 不是所有人都能欣赏 也无法产生共鸣 希望少复刻 多出好看又设计的角色 其中一条高占建议 认为出长男角色 才是元宝的唯一出路 原因很简单 只要是男角色 日推日谈的人气都很高 怎么说呢 这些结论是日谈网友 根据推特热度下的定论 我们没理解过日本玩家的受众占比问题 所以也不排除故意起哄节奏的可能 但确实不难发现 如果仅按推特平台的话题数据 自封单版本后 日榜那边的流水状况 多数时候都与角色人气呈现正挂钩 究竟例子就有 吉尼奇当时推特点赞也比马拉尼高来着 最后流水上也是高一些 现在5.2角色力会早已经预热 日谈对欧洛伦四星男战略和人气 快是恰斯卡五星女的两倍了 至少在日服受众言论这一块 日服真切有较多玩家希望游戏多出男角色 毕竟 日服明显不喜欢米这边觉得比较潮的角色 什么打碟啊 嘻哈啊 浓妆啊 虽然对女角色还是喜欢 但更喜欢比较王道色的设计 所以那边时常有奇怪的声音 相比较潮女角色 更习惯潮男角色 当然 推文里的人气数和流水 不是每一次都有关联性的 只跟推荐算法有关系 所以很难作为原神海外流水珠花的判断 最后 只能说 日推日谈呼吁男角色的渔情 反而更像一场情绪爆发的节奏 设计越发不亮眼了 明显把温暖的石码 底下 实际上 b 继续爆发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